CIOC自動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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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什麼 這集是什麼 小獅子 Vlog 精彩 今天這集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個就是我們上次 做的這台均穩度很高的 土耳其藍的328 然後剛剛好其實小獅偷藏了一台 手牌的M3 所以剛好有機會等一下頂起來 讓大家看一下正的M 跟一般的這種328 雖然一樣是雙門 我們上次也教過大家分了嘛 眼睛蓋的隆起不一樣對不對 還有旁邊M3有這個鯊魚旗 但是這個後照鏡本來應該也不一樣 但它也換成Mpower的後照鏡 好啦這等一下再講 還有後輪壺好像也沒有那麼突出 爆龜那也比較爆對不對 底盤也不一樣啦 之前在拍M3那一集的時候 就有講過了 等一下讓大家看一下 今天終於有機會可以量胎 讓大家比較一下差別在哪 有很多人喔留言說 這個車也在買5萬啊什麼 要報廢啊什麼不值得買啊 可是其實喔我跟大家分享一下為什麼 我當初會買 其實我影片中第一支影片中沒有講 這個車齁它光這個手排變速箱 這個163.0的引擎 和2.8的引擎 其實就超過5萬 我們都不要講車殼車體其他東西了啦 你就光變速箱跟引擎兩樣東西 用砂的就砂得到5萬 因為它是一個還可以開的東西 是好的嘛 它變速箱我們沿路這樣台中開回來 到現在我們整理完這樣開 它的變速箱引擎的狀況 基本上都還蠻不錯的 所以其實光這兩樣東西啊 用砂的嘛 砂5萬就差不多了啦 那車殼一些蝴蝶窗門板啊 方向板椅子什麼這些隨便砂一砂 這車要殺個真的認真殺 要殺個七八萬 我覺得不是難事 所以其實這個也是我當初買的原因 那錯就錯在我不該 我不該花那麼多錢 笑啊難事不笑 所以事實證明齁 要追到網美不難 但是要養它才是困難的 就跟泰山現在野馬一樣 再來看看你哪一天要那個很痛瘦出 可能下個月了 下個月就這麼快喔 改完就賣了 改完就賣 比車行還車行 也很多人問說這個整理花費的費用 然後我請這個阿呆整理好表格 跟大家分享一下 整理起來應該是差不多破20萬 沒有破那麼多嗎 有啦 我也以為沒有 哈哈哈哈 我也以為沒有啊 可是認真算起來 因為我們整理的真的detail 蠻細項 還有很多網友講說 為什麼會後來才回去校正 其實我在影片一開始就有講 我打槍一次 本來校正第一次回來 我開我覺得還是沒有很準確 我又打槍一次 還有一些縫隙上面 我覺得做的沒那麼理想 所以又回去重做了一次 我們以後拍這個 你要賣多少 孤車什麼 很多人都會私訊留言 留言在那邊問說要賣多少 跟大家報告 就是說記得 點讚按三連 都三連 瓜連 瓜連 哈哈哈哈 不是 那個YouTube IG Facebook 粉絲專頁 追蹤訂閱起來 我們只要有賣就會上架 所以就是麻煩大家就是看到 粉絲專頁 有上檔的 那你們就自己約時間來看車 好不好 阿如果沒有上FB 就是可能還在拍影片阿 像160也一大便問阿 我還在拍影片阿 我跟你講啦 那個車買14萬 每個人都打到要死 14萬買一台3千的 然後大五跑十幾萬而已 誰不想買 可是問題是我們賣出來是14萬吧 哈哈哈哈 當然不可能 我剛剛賣38萬 我很苦耶 支持一下嘛 那我練一下才嘛 要不然泰山的野馬 也是要靠大家養的耶 那不是我一個人的事情而已 對不對 我們把員工都要照顧耶 我們連那部尾牙的影片上完以後 很多人丟履歷表給我 有阿下面都在問說還沒缺人 所以下次你就說這節目效果 拍完錢就回收了 對對對 要不然他受不了 真的受不了 要在裡要在裡 連訊息都回不完 下次就後繼拍一下 那紅包裡面 只有第一張跟最後一張是錢 中間都是 沒有那上面都是寫那個 台灣玩具銀行 台灣玩具銀行 發行 對對對 好啦頂起來好不好 頂起來看皮牌 先帶大家看我上次講那個 撕裂傷在這邊 這個嗎 對啊 有沒有看到黑黑的 OK 對啊那個就是撕裂傷要處理 好看一下兩台車底盤什麼不一樣 把它的備胎做到這邊嘛 對不對 然後它排氣管從這邊出來 可是你看很奇怪啊 你看要改雙出這邊沒位子啊 所以它雙出是從哪邊出的 我們去看M3 雙出對不對 對啊 怎麼出 沒有備胎 它沒有備胎 有沒有 它這邊變得很短 然後它是來這邊 3282從這邊出來 然後它從這邊這樣出來 所以這個備胎 它備胎切一半 欸不是它沒有備胎嗎 等一下放下來看 其實我也不知道 我也是第一次研究 因為我之前我在想說 因為它底盤形式不一樣啊 所以這個雙出圍管比較好做 所以你看像那個如果要做雙出的話 是不是就要切備胎 對不對 要切備胎做 然後你看它的排氣管 從頭到尾全部都兩隻 從前面看過來就兩隻 對 全部都兩隻 然後你看它這邊底盤 它這邊差一隻 這邊又差一隻 兩隻 三隻 四隻 還有這個 這個叫做後拉桿 五隻 它這邊光從這個車體 這邊差過去就差了五隻 那我們去看三二吧 欸一樣啊 差不多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五 一樣五隻 啊沒有 這是油管 四隻啦 欸剛剛我是不是也算到一隻油管 那我去看一下 啊對啦 一樣也是油管 喔 所以四隻啊都是四隻啊 啊 這個變速箱 後差速器有一個很大的散熱器 然後傳動軸 出 我看三二八 你看三二八排氣管 就只有一隻了 從頭到尾都只有一隻而已 然後你看它的那個 後差速器的散熱器 就沒有那麼大了 然後它的傳動軸比較細 然後再來是說 它很多的東西 那個 M3是鋁合金的 那這看起來都是鑄鐵的 M3要輕量化 對啊 所以它用很多鋁合金的材料 不過這台車底盤也是蠻乾淨的 然後它這個後避震器 是倍式燈的 所以其實它開起來沒有那麼使硬 我還蠻喜歡這台車避震器底盤的設定 還不錯 像我那台M3就太硬 所以我在考慮 要不要把它換掉 還是要把它賣掉 賣掉 對啊 我都沒在開 不是車子賣掉 哈哈哈哈 怎麼賣掉 不用修理啊 你知道嗎 它那個碟盤 擦車系 卡鉗也差很多 對啊 前車主這個也做成鋁合金的 它還改 所以其實是不太一樣的東西 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M3 你看我的卡鉗 這個這幾活塞 對六是不是 這是六活塞 你看它這裡有三峰有三個 兩邊各三個 對六 這個比較大 這大六那小六 小六你知道嗎 蘿莉你知道嗎 國父的最愛 對對對 我們國父 首創族 最愛蘿莉 哈哈哈哈 這個要消音吧 好簡單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改這台車的 可能有一些問題 欸它有提什麼問題 你有印象嗎 沒有印象 媽你都沒有在看 有啊 但你可以現在馬上 好不好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這一片就是媽廢片 廢片就是來看 他們有什麼問題 我們來回答它一下 啊有 我想到了有人說 上了很多補圖 那其實它這個做法是這樣 因為如果大家有看 我們是剪掉了很多啦 因為坦白說 這個幾個月的翻新 然後累積了很多的片量 時間素材量 但是我記得有留到這個片段 其實我們在磨底漆的時候磨得很深 磨到建鐵了 你知道嗎 我知道 你一般如果簡單的烤漆 是不用磨到建鐵 你就是把你要烤的部分磨深一點 然後再補土過就好 你看起來會是小範圍的補土對不對 可是因為這次幾乎磨到建鐵 所以就要先上底漆 底漆上了以後再去上一層這個 補土之後再打磨過 所以其實打磨過之後 剩下的補土量會很少 我這樣講你聽得懂嗎 我聽得懂 就是打磨以後就 因為磨太底了 對啊 所以就只能補土全上 然後再打磨嘛 那磨完以後 其實大部分補土是會被磨掉 就沒了 只會剩下一小塊一小塊一小塊 大概是這個意思 不過我覺得這一部片看到的都 留言都還不錯啦 都覺得說我們真的是 的確我們也是蠻認真的 所以真的要多幫我們分享 訂閱留言 真的啦 因為都不知道要不要再拍了 很賣服的 你沒感覺嗎 媽的兩個跑去宜蘭還違規並排停車 幹啊 都可以十幾萬了 我弄這個二十幾萬搞屁啊 對不對 這王八蛋 沒有啦 停是真的就是不對啦 被人家砲就酸 那也沒辦法 那闖紅燈 警察說為什麼闖紅燈 你沒看到紅燈嗎 沒有我是沒看到你 其實差不多這樣啊 你有時候在高速公路開車開一開 看到那個 忽然有個測速 你是會煞車 這不是一樣意思 有警察的時候 你才合法限速 不是這樣 要不然你幹嘛踩煞車 我跟你講喔 尤其在高速公路看到一些 他明明就已經開很慢了 他已經在樹線內了 他看到警察他還是踩煞車 你有沒有遇過這種人 有 尤其是那一些場派 尤其是那一些場派 好想聽喔 好不好 有沒有問題 還有其他的問題 還是大家都在問 有啦 有人會擔心說 這個已經花到這樣 到底還賣不賣得掉 因為都花二十幾萬 其實我這個人是這樣 因為我消消 所以我會覺得說 其實當我們在 我在花的時候 我就不會去考慮說 賣不賣得掉的問題 因為單純就是想著 拍完就分享 那分享完至於 賣不賣得掉 會賠錢 還是會賺錢 我都覺得 沒那麼重要 那希望不要賠錢 賺錢是最好 敢誰不想賺錢 對不對 所以我是覺得說 沒有想那麼多啦 就是覺得說 事情做下去就是 想辦法要把它做緊鋒 能力範圍內 把它做緊鋒 反正我覺得這個車 整體的漂漂亮亮 就算賣不掉 我覺得真的看到它 我有講過嗎 心情會不錯 心情真的不錯 因為這很漂亮 這顏色我覺得真的蠻喜歡的 還有裡面有內行的 那個烤漆師傅來留言 然後他做烤漆做了幾十年 他說他覺得這個 弄是算有水準 還有人就說 我前車主看到這個 會不會想買回去什麼 還有人說我幹嘛說 前車主是8加9 可是我覺得8加9 我是在形容這台車 像8加9 我沒有說那個車主 像8加9 那第二個是說 這個車主其實後來還有 欸他也等很久欸 他真的也是忠實的觀眾 我好像有看到 對他有私訊我欸 然後他說他看著覺得很感動 說沒想到這個車可以變成這樣 而且他有說 這個車如果再跟著他 他可能 就爛掉了 他沒有辦法讓他變成這樣 他沒有那個能力 他也是很感慨這樣說 那交給我我來幫你處理他 大概就是這樣 當然他也知道他買不回去 如果買回去的話 他當初就不用賣掉了 是不是 他就說他沒有能力把它照顧成這樣 他說跟著你也是好 有沒有泰山這種感覺很棒 這個馬子跟著你也是好 跟著我是沒有未來 你感覺好像 人家用過不要也給我 好像也怪怪的 不是啦 不是喔 不是這樣算的喔 不是不是 那表哥跟表弟講說 他就交給你 這樣會不會很奇怪 應該不是吧 應該是爸爸把女兒交給你 會不會是鬼父 一定要這樣嗎 好我再看一下還有什麼 也有很多人說這顏色醜死 說這顏色我不行 可是其實大部分看的人 是覺得是行 好啊覺得這神美觀嘛 對啊泰山我下次那個我們翻新雅歌有沒有 我想要投票 就是雅歌要考什麼顏色 什麼顏色 我們要用什麼方式 不用啊不要 你在社群裡面辦個投票 可是大家都會去看社群嗎 好不然大家去看一下社群好不好 好這部影片上的時候 我們就辦投票 就是我們那台先登的雅歌 有幾個選項 好大家去選 覺得考什麼顏色就好 比較好 第一個選項是那個 頭文字滴的樣子 黑白 就是照頭文字滴的配色做 豆腐店 全部都照做 是喔 對去擱製造作 好那第二個選項就是 維持它這個古典典雅的金色 好不好 我們就兩個選項就好了 要就照原本 沒有第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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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好沒關係到時候大家去看了 我們再討論一下 好啦 那今天影片到這邊 要記得訂閱分享 點讚按讚點 點讚按讚點 不好意思 這個YT YouTube IG 對於本事業 整理完這個車 等我們再 我們還要再準備一些小東西 處理完我們就 對方去賣 好啊自己再約 下期見掰掰 就這樣 就這樣啊 廢片不是這樣拍的嗎 那去買個蝦餅 就對了 我沒怎麼說 我看啦 現在阿活做到 所以遲遲喝喝 流量就有了 夭壽啊 那要去跟那個發票 要給那個賣蝦餅 賣春捲的 生理給又好耶 客人說報完以後 他都要去買買不到 排隊好多人 下期見啦,掰掰 補拍一下,好不好 很明顯是補拍的 不聯繫,你看 就是我們昨天看下面 它那個備胎不是有切掉嗎 所以看一下上面到底長怎麼樣 欸,你看真的 它沒有備胎,它給你一個打氣的 然後這一塊 真的沒有備胎 小長刺,你看,這樣有沒有 這樣 這個Q大,好不好 本泰山內褲的Q大那樣 Q大冷氣 冷氣 台歐的內褲,冷氣生死 欸,真的沒有備胎耶 對啊 直接就只給你一個小盆子而已耶 酷吧 其實因為以前我一直都沒有 沒有留意過這個,你知道嗎 所以有時候,是不是消費者 你會想說,欸 它這個雙粗,到底那個桶子 是什麼出來 好,如果是328那台就是 標準的樣子,好不好 備胎,你看 媽的廢片 不是去買蔥油餅亂停車 就是那個 媽的廢片 對去買蔥油餅亂停車 庭翔走油餅亂停車 iIt's a 、不只買蔥油餅亂停車